多個工會和學生組織舉行罷工罷貨公投 結果票數低過鎖定門檻 不足以啟動罷工罷貨 政府就強烈譴責重新本港沒有公投制度 30個行業工會聯同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 在多區設立投票點 讓會員和學生投票決定是否啟動罷工罷貨 抗議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投票星期六晚上9點結束 主辦方凌晨公佈結果 工會總投票人數8900多人 當中9成8人反對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9成半人同意發動罷工 但投票人數少過6萬人的目標 只有2成工會即是6個工會達到門檻 未能夠發動罷工 其實同事的意見或傾向是相當清晰 希望政府能夠正面正式回應同事的憂慮 也再次促請政府 尊重我們同時表達意見的權利 至於涉及罷貨的投票 大約1萬多人在網上和實體票站投票 9成6人反對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8成6人支持罷貨 但只有大約3500人參與實體投票 少過5千的門檻 未能夠啟動罷貨 因為這個白色恐怖 政府的打壓 這麼多場的恐嚇 而導致了學生 是有一些擔憂和恐懼在裡面 在現在這個社會氣氛之下 其實都是告訴我們 我們還是需要多一些時間 去做好萬全的準備 期間一個男人被指用手機拍攝在場學生 再經通訊應用程式傳出相 你現在在幾歲面前給我刪除所有我們同學的相 個男人說相只傳給朋友 雙方理論大約15分鐘 個男人刪除相之後離開 政府再強烈譴責公投 說絕對不能接受有公務員工會 公然鼓動公務員參與 又說學校如果發現有學生發起 組織、參加 或者總擁同學參加這些活動 應該立即勸指 如果類勸不改 應該按校本訓負和懲處機制處理 局方也會聯絡有關學校跟進 無線電視機者 吳海薇報道